今天就在家为大家分享好吃的蒸萝卜丝 做出来就像外面的味道一样特别好吃 首先把这个萝卜用擦出器擦成细丝 配色上一般我们要搭配上一点胡萝卜 同样也是去皮 处理干净直接擦成丝 这个萝卜丝我们要选择偏细一点的擦丝器 萝卜丝越细口感能越好 全部放到一个大点的盆里 在里面加上一小盏盐 然后把它充分抓匀 放到一旁腌制上10分钟左右 杀出里面多余的水分 好嘞大概10分钟左右 这个萝卜丝已经杀出了很多的水分 我们用力把它挤干一些 挤掉水分以后还放在大盆里 把它抓散 全部松散开 全部抓散以后在里面淋上一点食用油 继续抓匀 让每一根萝卜丝表面都火爆的裹上一层食用油 防止粘连 变坨 然后再往里边 加入适量的普通面粉 继续抓匀 抖散 全部抓匀 抓成这种非常松散的状态 就处理好了 接下来生锅放点水 烧开 把萝卜丝放进来 稍微铺开一些 盖上盖子 大火增上三分钟 接下来准备几把大蒜 用力能压扁 不会拍得到手上 然后再切碎一些 再准备上一点小葱 改刀 切成一块 好嘞 时间到关火取出 全部倒在这个大盆里 我们给它拨散 稍微晾一下 把温度降下来 就会变得更加松散了 好 等到这个温度降下来一些 就会变得很松散了 在里边撒上一点食盐 放上我们的蒜末 葱花 再淋上一点香油 然后把所有的食材充分拌匀 就可以装盘了 准备上一个大点的盘子 全部藏入盘中 香油分的蒜末卫斯就做好了 松软筋道 鲜香味美 做法简单却超好吃 感兴趣的朋友 不妨试着做一下 尤其没胃口的时候 来上这么一份 好吃解饭又开胃 赶紧来试试吧 真的是特别的香 保证大家吃一次 就会喜欢它吧 最后呢 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